一个女人如果有这几个表现,说明她的心里有别的男人了 感情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了吧 很多人都很难把控自己的情感走向 往往现实中感情线的发展,跟自己理想中的感情发展有着千差万别 很有可能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想要把这个女人娶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她早就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 一个女人如果有这几种表现,说明她的心里有别的男人了 1.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女人在爱情里的心思总是很单纯的 当一个女人深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总是很黏人的 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无时无刻都跟对方在一起 很享受两个人相处的时光,很向往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跟你相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反而自己独处时间越来越多 甚至很多时间你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去了哪里的话 说明你对于她的重要性正在一点一点消退 说明她心里有了别的男人 2.总是抱着手机玩微信,但是却不跟你聊天 手机里总是藏着人们各种各样的秘密 如果一个女人总是抱着手机玩微信 但是却不是跟你聊天,一直跟别人聊天也不理你的话 说明很有可能她的屏幕背后有着一个能够让她魂牵梦绕的人 如果一个女人深爱你的话,是不会放着你不管 而去抱着手机跟别人一直聊微信的 要聊也是跟你聊,因此如果一个女人总是抱着手机玩微信 但是却不是在跟你聊天的话,说明她心里有别的男人了 3.总是看你不顺眼,一点小事都要跟你吵架 女人的脾气总是很难捉摸的,时不时就耍点小信纸 一点事不顺心就要闹脾气生气,跟你吵架等等 很多男人都适应了自己女人的这种喜怒无常 觉得应该给予对方包容,但是要知道人们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是不会有那么大脾气的 但是当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才会怎么看都是错的 因此一个女人如果总是看你不顺眼 一点小事都要跟你吵的话,很有可能她心里有别的男人了 总结,当一个人的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处理 其实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一些后悔终身的行为 等到冷静下来之后理性处理方式 理性的处理问题才是最好的方式